好,我們下午的會議繼續開會 那我們繼續尋答 首先,吳秉睿,吳秉睿,吳秉睿委員不在 我們現在換林淑芬委員諮詢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是不是請我們邱部長 請邱部長 部長,午安,其實我今天有其他的議題要就交於你 不過我覺得剛才聽到了國民黨前主席江委員的質詢 我覺得有幾點要澄清 或者是我們要表達我們不一樣 而且不能認同他的看法的看法 第一個呢,他質疑我們說 是不是能夠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他認為說會不會陷入一個所謂的軍備競賽 但是我這裡覺得非常不能認同 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講這樣的話,軍備競賽 我們為什麼不能這樣講呢 就是說,採取防衛態勢為戰略的國家 基本上我們還是不求戰 這樣的國家我們還是必須靠什麼東西 才能夠有效的嚇阻敵人的入侵和能力 在這種狀況裡面,他們認為軍事外交不行了 然後才把這個,不是啦,政治跟外交不行 然後把軍事推到第一位,這種講法 我覺得有失公允的地方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要從2008年說起 就是說這個馬政府時期 他把國家的安全目標做了一個轉移 他擱置了主權上的爭議 然後呼應了中國的九二共識 在這一種承認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為前提之下 以經濟優先的名義 然後轉化了國家的安全目標 然後弱化了國防資源的合理地位 那相對的也弱化了國軍因應中國威脅的能力 在這種架構裡面,國家的安全目標就移轉了 在轉移的過程當中呢 他把這個所謂經濟優先啦 所謂的ECFA或是其他的這個政策 然後擺到第一位,兩岸直航啊 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來台啦 江城會啦,ECFA啦 然後把這個推到最前面 然後把國防軍事的安全放在最後面 那根據這個,這個遠景基金會 有一篇這個民船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 陳偉華助理教授的講法 在這種狀況裡面,國家安全目標 如果不是直接來自軍事的防衛 結果呢,他產生了兩個影響 第一個,國防資源限縮 所以在過去,這十年 那個十六年的過程當中啊 八年八年 然後造成了國防資源的限縮 然後軍事戰略的失交 因為國家安全的目標 如果不是直接來自軍事防衛 國防政策和軍事目標不容易定向 防衛的建構沒有辦法跟國家安全目標一致 所以這個足以嚇阻對岸的防衛性武器 被排除在優先的選項之外 但是防衛安全的軍事支出被抑制 讓台灣因應中國軍事威脅的能力又減弱 所以二零零八到二零一六年的 這個國家安全目標的轉移 帶來整體社會心防的卸除以外 也讓我們國防戰力上 他是趨於弱化的狀態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啊 我們就要講說 在九二共識之下 國家安全的目標分裂 軍事戰略失焦 然後呢 所以過去台灣存在軍事投資 不符合防衛設計的問題啊 這過去造的因啊 那會成為未來的果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這個已經不是所謂的 什麼軍備競賽 一年中國一年 部長一年的國防預算是多少 中國 大網路二十倍啊 他五點六兆 我們多少 所以這根本沒有 被競賽的問題 在這種狀況裡面 他講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他是建立在九二共識之下 他是強化合法的 中國親台的正當性欸 所以在這種基礎上 我們才能夠假裝說 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那是假裝出來的 因為已經有一個中國的前提 籠罩在那裡了嘛 但是呢 真的要講幾分政治幾分軍事 我們還有一個困境啊 這個操支不在我嘛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目標是什麼 國家安全還是要做足夠的防衛投資啊 在這種狀況裡面 大家都會講 戰野黨最大的國民黨也會講 不對稱作戰 我們現在是不對稱戰力啊 就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不對稱的戰力 所以我們在不對稱的條件下 我們要 當然要足夠的防衛性的軍武啊 所以這個不是 無視敵之不來啊 無視有以待之喔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喔 呃我們真的是 對於你的報告的第一頁啦 我有一點啦 這很想跟部長分享 你說國防是鞏固國家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可是我們希望你 應該是寫 國防是國家安全第一道防線的最堅強的這個靠山啊 沒有這個為基礎 你的軍事當基礎 沒有國防當基礎 你的外交政治 你談判會有籌碼嗎 所以你要當第一道防線的這個靠山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人民其實蠻擔心的是 這絕對不是軍備競賽 這個也不是什麼挑釁 我們人民擔心我們要求的是 你說要奉陪到底 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奉陪到底 我們希望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奉陪到底 所以在戰略上啊 國家安全目標 要把過去錯誤的方向 製造給敵人一個清台的合法性正當性的 這個九二共識拿掉 然後方向要扭轉過來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在中國可以直接溢出第一島鏈 自由的進出西太平洋的時候 我們要有足夠的防衛能力啊 所以今天在這裡啊 有人說這個硬要挑挑說這個外交部長有沒有講錯話 外交部長第一句話就踩著一句話 他說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 我們將戰鬥到底 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當然要戰力提升要做準備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啊 我希望部長應該 我們今天要問的是說 這些東西對台灣到底來講 是不是必備了防衛 國軍防衛作戰一直沒有停過啊 前面並未必是錯啊 但是不管怎麼個論調 我們國軍是在做本物工作 以戰備為主嘛 而且我們備戰 但我們從來不求戰 對 你說前面不一定是錯 因為不能避戰 所以我們當然要持續 但你說前面不一定是錯 但前面夠不夠 因為他把國家安全的目標 他從軍事自己要自主性的準備 要足夠的防衛 移轉到所謂的經濟發展為目標 然後對於整個國防預算 事實上過去 其實就是一直在於不足以 有足夠的這個防衛的 這個戰力的準備啊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強化過去不足 和被弱化的資 資源被弱化掉被排擠掉 今天要把它給補回來 不是嗎 過去有沒有不足啊 文不與智慧啊 事實上國軍在這一方 是一直在整備的 沒有什麼不足的問題 但今天假如說 今天這個局面 很足 我不敢講 因為戰備整備 是不斷在精進的 所以沒有講哪個起點是零 從零開始 我們延續那麼多年 哪樣不奠定在前人建立的基礎方面 所以我從來不否定前人 我也不貶低後進 你不需要由你去評論 但是我會說 仁米心中有一把尺 我們知道 這個安全 國家安全的目標 要確立 軍事戰略目標 才能確定 然後我們才能夠採取足夠的 這個準備 那到底足不足喔 我們永遠沒有足夠的一天 當然永遠沒有足夠的一天 但是我們可以檢視它 佔國家預算的比例 成長的幅度 它到底能夠增加幾分的這個防衛能力 所以接下來我們當然大家在這裡主要都在談說 那這樣子 這個特別預算增加了 公務預算成長了 但我們能夠增加幾分的防衛能力 我們都會想要說 你總是要有一個KPI給我們看嘛 所以你們也有模式模擬嘛 那人民就講說 那我投資這些錢 對我們來講 是更加我們的國防信心的 是讓我們更安全的 那麼我們就願意 那第二個課題當然就是 那立法院 也不能因為以國防安全 國家安全之名 我們還是要監督嘛 那如何監督 那大家也就在這裡交換 好那時間注意 最後我要提示說 其實 對於最大在野黨 講說這是不是軍備競賽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部長你 要更強悍的去堅定的去強調 不對稱戰力耶 都不對稱了怎麼競備 這談不上競賽啊 軍備的競賽 這完全封馬牛不相信 而且也談不上 這是基本的防衛 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強悍不強悍 我們要看目標 看我們隊上 我部長一到來就表現很強悍 我到立法院我還能怎麼強悍 但我們對我們危害的敵方 我們當然沒有示弱過 所以我建議講說 作為國家戰略指導 軍事戰略 這是必然的 那我們軍事戰略也要支持國家戰略 是啊 所以我並沒有想到這個範疇啊 把它界定到政治裡面去 但事實上我們今天做一個 國防的一個專業人員 我們就盡這個職責 不斷的強化戰備審備 不做任何的評論 就眼前不足的我們強化 眼前足夠的我們保持 我覺得就是原則 對 所以你說你是最後一道防線 我們希望你當第一道防線 或許是外交政治的最強的靠山啊 那要有準備啊 要有資源進去啊 好啦 現在就時間到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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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請劉建國委員諮詢 好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 部長 劉委員好 部長 那個 到什麼地方 只要是對的事情 該強悍就強悍 好 尤其到立宴 你對的事情 該強悍也是要強悍 好不好 不要說到立宴來 就強悍不起來 這樣有點奇怪 好 因為我剛才在底下聽 有點替你感到 不捨 那個說話有點感到怪怪的 你現在笑出來了 所以這個這個仗打到哪裡 兵就去到哪邊去演練嘛 應該是這樣 解放性如此 我們的漢官演習也是如此 那國安部 這前天就發布通告 10月4號 中國 共派出56架次的軍機 進入台灣西蘭 防空識別區嘛 這個是創 自去年9月17號 公布相關的統計以來 最多架次的紀錄 那10月1號到4號 晚間11點的時候 中國禮機 中國禮機已經派出 149架次 進入到我國的防空識別區 沒有錯吧 沒有錯 那部長你看 這個共機已經從台灣的西南方 飛往這個東南方前進 是不是不久的將來 共軍也可能 以包圍台灣的態勢超遠 他曾經有包圍過 像當初 繞了台灣 像他的飛機 繞了走 那是巡禮啊 那不叫包圍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但我看法不同 我看法就認為 他就已經有這個能力了 OK 那當時的時候 有沒有很強悍的回應 我們所謂強悍的回應 在我們防空的領域裡面 我們絕對是堅守崗位 不讓他越過這個 所以我們該要驅離 該要警告 該要告知的 我們都在做 而且甚至於地面部隊的配合 飛彈部隊的配合 這都是一貫性的 OK啊 因為他現在多機種嘛 對不對 多批次嘛 然後多空城 多方向 然後牽擾台灣這個西南防空的識別區 及東南的這個空域嘛 那我想這是 這是 共軍的這個佔領的 已經好像常態性的 這樣的發展 所以我才覺得 就從剛才 部長所講的 這個 這個面對這樣的一個 態勢啊 國防部 由部長率領的這樣的 國軍 應該要有更 更積極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準備啦 就像你那天在講的 面對媒體所講的 就是有時候壓力 相對也是助力啦 那我們及早的可以 來做相關的一些因應跟準備 但是 但是這種事情如果 層出不窮啦 難免早晚插槍走火 前幾天媒體還有特別報導 好像 那個 對岸的 的那個 飛行官的回應 還講到 罵到髒話了 那到時候會不會有更多的 不好的延遲的這樣的一個衝突 進而產生 可能 可能就直接 就開戰也不一定 所以插槍走火就很容易像這種氛圍造成 那我們有演練過嗎 我們對我們飛行人員同仁都給他們鼓誤 就是按照規定來 不做挑釁的語言 那先是他們挑釁我們嘛 罵髒話 我們準備要怎樣 也罵回去 但是 不會 這個話是他的非常 他們罵普通話 我們罵台語 或者因為是火腿主力 他自然散不出來 這我們要進一步查證 但我們這個回應就去 不會出口相向 因為這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 軍人一個水準 一個程度 對 所以我們這一方面 一切按照法規來 這也是我們可以 要求我們同仁大 一切按照這個 戰備規定 我們不會挑釁 不會發起第一槍 總是有說 罵到最後 真的非常難聽的話 而且都聽得很清楚 而且都知道那個罵華是 有可能罵到 罵到 罵到長輩去的 罵到什麼去的 那有可能我們的國軍 我們的空軍 也會安耐不住啊 這就是一個水準的問題 就是 爆出口的人 他如果水準不夠的話 那我們 講說那何必跟這些 一般見識呢 這也是個嚴重的說法 但我們簡單避免 我們 是很容易被激怒 但我們在這一方面 要克制 要克制 好啦 我們有加強這方面的克制就對了 是 謝謝 特別預算 編列上限是2400億 然後規劃是在 1到115年的期程內 然後 從獲發展 成熟 即可快速量展之國造 自製各式的飛彈 艦艇 那 這個 有特別 從特別預算 將以進行中的五項 持續至年度的一般公務預算抽出 改編列特別預算的這個決策考量是什麼 呃 當初就因為我們 從 持續的 這個案子當中列出來 代表這個裝備 我們有純熟的技術 我們有本身量產的能力 那如果提出來以後可以單獨列 我們可以加快 我們備戰的條件 變成一個優勢 這我們很有把握的 才把它給移出 OK好 那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海空戰力的提升 特別預算的重獲項目總計有八項十案嗎 是個對 但是全部 由中科院來委制承認 為什麼要全部給中科院 他有這麼大的量能可以來處理這些事情嗎 因為中科院他本身有這個 這個技術 還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包了以後呢 他有一些 他自己做不出來 或者需要 試傷的 他一樣走這個 招標的方法 對啊他可能很多還必須要再委託 其他的單位 基本上都是找國內的這些雙員 沒有這樣的競爭 會不會有一點奇怪 就是說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我個人會覺得很奇怪 像漢翔 他有做高架機啊 A56改裝啊 難道漢翔沒有能力 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 沒辦法 幫委員 那個我們讓中科院是當組合約商 來生產所有的這些裝備 挑出來這些像是都是 中科院從設計到合約管理 都有相當的能力 我知道啦我知道 我時間很有限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八項裡面中科院 對不起 在110年度的公開預算的軍事投資案 中科院也負責四項 總計12個項目 中科院有這麼多人去執行嗎 因為他本身他對飛彈的這個根底 是蠻 是蠻牢固的 所以 很多案子都跟飛彈有關嗎 不是 部長你看啦 我看期整最晚是115年前完成 對不對 到時候會不會有進度落後的狀況 之前中科案很多的偽製案 就是有畢行資料 到後面都是減價收受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排成排好了以後 我們有節點管制的機制 而且每個案都有專案管理的這個編組 這個我們可以來管控 那好 部長可不可以一個禮拜內給我們 這個近五年來的減價收受的項目 然後委託單位是誰 可以整理出來給我們嗎 給我們做參考嗎 好不好 那我會講這個事情是這樣啦 我對部長很信任啦 那部長你們的內控機制到底成不成熟 內控機制我們一直在強化 事實上以往的幾個案子發生 這也是一個經驗累積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講 這些案子不能夠再重複在那邊出來 所以我們只有強化的這個作用 我們不會講說 時間有限啦 你也很難解釋 你的強化機制到強化到什麼程度 這是最近的 不行嗎 有法制人員有監察人員在裡面 你看嘛 這是最近的 這種強化機制變成拉同袍當下線 憲兵報集體遷阻 這在我的故鄉 好 然後之前的一些案子 什麼永順健 什麼愛知傳 什麼舉光原地的甜心 什麼樣一大堆的 狀況一直在發生 所以我是要提醒部長 這個有時候 內控機制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備 才不會這種事情層出不窮 才不會有外災的壓力 我們要把它形成為助力 但是這種 人民看到這樣的一個 軍系的 軍系的系統經常發生這種事情 有時候這種壓力不會變成助力 會瓦解部長帶兵的這樣的狀況 所以請部長可能要 內控機制可能要 要再多加的一些 展智會來思考應該怎麼做做處理 好不好 我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巫師會委員質詢 有請邱部長 有請邱部長 有請部長 兩千四百億 兩千四百億 這個草案 今天早上到現在 我全程都在聽了 有很多意見 是跟預算法的編制 跟十年建軍構想 五年兵役整建計畫 有關係的 我建議 部長 部長以及相關的單位 要聽進去 在可以修正的範圍內 把草案內容修正到更嚴謹 否則的話 對於財政紀律 預算法編制 建軍構想的由下而上 這些都有所抵觸 或者有疏漏 建議你要修正 我今天時間有限 我想就專業的角度 提醒部長 注意幾個問題 也請相關人員 哲齊到本席辦公室 來給我說明 第一個 專業的問題 這些武器量產之後 我們的國防戰略 是不是會調整 譬如說承受第一級 跟自衛反擊權的問題 會不會調整 這個很重要 這個部分 請部長考量 同樣我要講到 這個生產的量產總數 條例只是一個開門 後面的總數有多少 直接牽涉到國家戰略 以及軍事戰略的能量 你不對稱 數量不夠 也是空談 第二個問題 國軍的自衛反擊權 也是我記得是在你任內修正的 那麼這個部分 接戰規定 有沒有調整 這個要很清楚 我們舉一個例子 如果沒有改 承受第一級之後 的戰損評估 有沒有做 這個直接影響後續戰力 第三個 後面幾個問題是針對 中遠程飛彈 不管是外購或者自製 當然我們現在以自製為主 我們對中遠程飛彈的 募獲能力如何 這個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 衛星 靠的商用衛星GPS 或者北斗衛星 這一方面的能力到什麼程度 直接影響這些飛彈 能不能發揮預期的功效 第四個 國軍的堅爭能力 勤收能力 能不能夠配合 我們所謂的 源頭打擊 以及它的戰果評估報告 這裡面牽涉到 我們的指管通勤系統 牽涉到衛星 牽涉到很多高科技的問題 第五個 飛彈的無選能力 不同的目標 不同的武器選擇 這些跟你現在特別條例裡 規定 我們多少多少 準備量產 都有直接的關係 你要籌購多少 不同類型的飛彈 直接影響到這個佔據 這個東西的戰果 第六個 飛彈的導引系統 莫丹導引為主 為何 我們舉一個例子 美軍的軍力全世界都知道 這一次哥布爾街場 阿富汗這個撤軍事件 以美軍的衛星徵兆無人機 它可以在第一線士兵 頭上戴的攝影機 都可以透過衛星層層轉 回到五角大廈 甚至回到白宮戰情室 總統都可以親自看得到 他照樣犯這個錯 誤及平民的車輛 打死十個人 最後 美軍出面道歉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不是出在他的衛星監控 出在地面情報判斷錯誤 我們看得到 轟炸前轟炸後的電視媒體報道 他的徵兆能力 墨丹導引能力 這麼強 因為地面情報判斷錯誤 造成這個 違反武裝衝突法 違反國際人道法 所以美軍這麼強大 不得不出來道歉 我們現在具不具備 對中國大陸 這麼精準的地面情報能力 這個你不要在這裡回答 第七個 我們飛彈的飽和攻擊能力 就是前面我提的 我們一旦選定目標 要不要實施飽和攻擊 否則你打一枚兩枚 三枚五枚 對相對的目標 毫無意義 這個有沒有規劃 那麼規劃的話 就不是2400億 也不是這幾年可以完成 這必須納入考量 最後一個 不同彈種的系統整合 我們現在的飛彈種類這麼多 自空自海 源頭打擊 這裡面怎麼整合 跟你的量產有關係 跟你的能力有關係 跟你希望達到的戰國有關係 最後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蔡總統最近在外交媒體上 刊登了一篇 講了很多 我聽起來 都是很允當的 最重要的兩句話 我覺得 部長要聽進去 所有這些措施 都是避免 誤解 誤判 那麼今天我們看看 媒體刊登的一個問題 看起來不是大事 路透社燈的 拜登說 跟習近平通的話 雙方願均守台灣關係法 我們國內的媒體 引用 一小時以後 撤稿 重新換標題 叫做台灣關係法的英文 我想部長英文很好 台灣關係法的英文是這樣子 我們看下一張 結果馬上我們的媒體改標題 叫做什麼 雙方會遵守台灣協議 各位這就是誤解 這就是容易誤判 老美對我們這麼好 結果一看不是 所以我覺得 部長上午講一句話很重要 媒體也在問過我了 你從今40年以來 目前台海局勢最嚴峻 媒體也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問 我說一點都沒錯 全世界的主要媒體 主要的論壇 都提這個事 經濟學院雜誌也提這個事 所以建議部長 該講的話講 一個給國安高層知道 事實是這樣 一個給老百姓知道 國家面臨的情勢 就是這樣 我們不要再當鴕鳥 不要再自以為 勞工不會打台灣 老美一定會來幫我們 No 沒有這回事 自己國家自己救 但是我們要知道 現在面臨的危機在哪 最後一個 今天早上 即時新聞 法國的議員 來台灣參訪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 他在澳洲的潛艦大單 被老美一搞搞掉了 氣死他了 他現在會不會來我們這裡 尋找新的買家 我請部長 指揮師 海軍 要重視這問題 會不會跟我們潛艦國造 的騎乘 有所漢格 請部長考量 部長 我簡單回應一下 三點很簡單的 第一個 剛才委員您指導的八個議題 我們委員慎重 一個一個做一個 很周嚴的說明 要跟委員做報告 謝謝 第二個 有關於台灣關係法 跟台灣協定 我到目前我也知道 會有所偏差 而且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我中午也在問 不是他 拜登講的 就看中共反應怎麼樣 到目前我們還持續在關注 但我了解到一个浅识用理的错误 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误判 这我们以后一定持续的注意 这也作为一个引荐 第三就是法国这个状况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想要跟我们谈些什么 他们也没有安排的情绪 我要跟他们碰面 这一点我跟委员做初步的一个报告 最后几秒钟 我建议部长部里面有很多 欧美留学过的 高阶将领 接到任何两岸关系的国外报导 建议立刻追源头 国外哪家媒体 哪个杂志出来看英文原文 我们国内媒体经常会误判 这样子就会造成很大的风波 建议部长采纳的意见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委员 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赵天林 赵伟 谢谢主席 我们请邱部长 请部长 周伟好 部长辛苦了 在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建军计划里面 您担任国同部长必然一定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承担的责任感跟压力 不过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共同协助 谢谢主席 那这个您早上的巡打里面提到说这是您从今以来认为台湾的安全最严峻的时刻 您可不可以诠释一下为什么您觉得现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严峻会到了这么样的程度呢 我跟委员报告我一路过来从六十五年到金门那时候早期那个世界单打算不打夜间会有一些敌情通报那时候算紧张的但那个是界限于第一线或小的据点 那接着就台海危机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那个几乎就是和高阶将领到各单位去鼓舞士气 中阶的干部派出去前那几乎都差点要签了个所谓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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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名状一样的 那时候我自己感应到因为当时我在担任军指的一官 所以我这这一路过程啊通过经过 但是回想起来跟这一回是比较的话 这就是严重 我自己很清楚 没有这种状况 一家伙几十架飞机这样绕着走 或者对我们有什么啊 这种这种这种压迫感 一方面是我现在的职务 但我在回想起来 当时那个毕竟是片面的啊 基本外岛会有这种状况 本岛可能有个部队啊 会有这种压力 但是现在 我不会也能跟 稍微报告 全军啊 这至于百姓也已经感应到了 所以我假如说我在想说没有什么压力的话 那可能一般的人民都更加压力大了 居然国防部长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不就那是笑话了吗 但我这个压力不是讲平白无故 故意叫的 所以那天有委员问我 想说任何的反应 事情为什么不反应 我想这也要报 那也要报 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搞得民心肺肺痒痒痒 我们要持续监控 做好我们本务工作 我们国心有这个能力 而且有这个必要 而且是应该职责所在 就要去面对 就要去自我克制 然后把工作做好 是 所以我当然非常的尊敬您提的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是全球 主要国家共同面对的压力 所以包括美国、日本、澳洲 有的是国防部长 有的是政府首脑 他们都有表达了这样的忧心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 中共到底所谓何来呢 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明知道这样的做法 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公愤 那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可是他仍然要展现 这样穷兵独武的面貌 您觉得他这一次 起码最近这样几十架飞机的 这样的飞来 到底是所谓何来 我问委员报 当初中共他们友好有定 他们所谓的他们认定 在怎么样状况下 他要动武 这个里面建议 他并没有跟我们商量 就算有一条 他讲他认为台湾要独立的时候 他要动武 但台湾独立的 到底整个状况叫独立 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一切的主控权在他 不在我们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就很难去拿捏 讲他怎么样的状况下 他会动 但从这一回 他的大的演续 在累积以往 这一年多来 我们的经验 可以得到 讲说 任何状况 只要他认定 他认定 你说 台湾是个地方 中央民国台湾 不怎么配合 你们要有点外交动作 他界定了以后 他就动了 所以这个就我们 最伤脑筋的地方 那我们也不能讲 跟他讲什么好话 让他要缓和一步 这个事实上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做好防备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监控 到这个战备整备 那现在他飞机来 我们调部飞去应对 但不完全跟他数量一样 可能会有其他配套 地面的飞弹部队 雷达的坚针 这都在配合实施的 这个我们要 目前可以做的 这个相当赞成 就是说 政治的问题 自然就有政府的首脑 跟其他部会在处理 我们国军所做的 就是把战备做好 就把战备做好 所以接下来这个条例跟预算 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境 跟背景下 完全可以理解跟支持 那是有一个小事情 就是说 所以所有从高层到基层的 这些国军弟兄姐妹 其实都很努力 那所以从去年 总统就很重视 起码从空军来讲 他的飞机不断的上去 去做这个追奸 或者说这个跟随 然后驱赶 所以他的修护奖金 油料化弹药处理人员 安全奖金调升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我知道当然也不是 国防部的问题 可能也有行政院的问题 所以您可不可以保证说 这个一年到期之前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发放 因为我这个钱不是大事情 是一种决心 这是一种总统亲自表达的鼓励 千万不要拖过一年好不好 不会 不要讲几号 行政院核定以后 4月1号就可以开始发放 明年4月1号 不是 现在这个签诚 已经成到行政院的院本部长官 然后行政院核定以后 下个月的1号就可以发放 比如说他这个月核定 下个月1号就可以发放 11月1号 以核定的时间为准 我知道 所以就是真的要快 就是说这个去年是 我们在10月份首先咨询 而且总统是之前就去了 所以就是请注意 这个其实是一种决心 好那我再请教另外一个 这个不知道是部长您回答 中科院回答 就是说 远程打击的飞弹 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别的条例 跟这个计划里面 好像有三项 包括无人攻击的载具系统 万箭飞弹 雄身飞弹等等 看起来是 它的距离是可以攻击到对岸 不管是它的雷达战 它的机场 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设施 是这样吗 这个我建议委员是会后 我请总统院 好那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 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 先前我去 那个今年初有问过就是说 我们先前有很多在研发中的 比较远距离的飞弹 那现在已经有量产的是哪一项 是属于雄身的部分吗 还是 会后再跟从赵伟做报道 好没关系 这个东西 有关于雄员性能的 我想说要额外做说明 好 这种远程打击 这个我可以尊重 但远程打击的部分在我来看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直接让他们出不了港 这个威和性特别厉害 而不是 当然我们大部分是 他在海上的时候的这个对舰的攻击 这一点我们都了解 但是这个会后让我们更了解一下 目前的量产到底情况怎么样 那最后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 有关于 这个这一次的里面有很多落实国防产业自主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今天时间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深谈了 不过我们会持续的跟你们沟通 因为这次的条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会认为我全部委给中科院 中科院它会有很多 是可以落实国防自主创造 创造出我们的这个国防产业 甚至你们的那个法条里面 甚至都有讲到说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就不占大家时间 只是要提到说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 这种国防自治 交给国防的产业 本土产业所做的这个落实情况 我觉得还不是很理想 那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笔的预算 而且透过一条母法 然后交给中科院 最后能不能妥事的真正扶植起 我们台湾的国防产业 我们会后再跟你们好好就交 好的 好谢谢 王会跟我们赵伟好好说明 好 ok 谢谢 谢谢赵伟 好谢谢两位 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 好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 好请邱部长 邱委员好 来部长好 今天审查这个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特别预算的一个限定这个 制定这个特别条例 那我们先看这个国防产业发展条例 这个国防产业发展条例 这个在108年 这个制定公布实行 第一条 未有效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 发展国防产业 达成国内研发产制武器装备 及后勤资源为优先之目标 以落实国防独立自主的基本方针 请问一下部长 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例 跟今天要制定的 要特别的 除了他议算的特别议算 其他的有什么差别 他主要说针对我们现在有可能情势比较紧张 就这个着眼 让我们战备的能力 能够尽快来提升 附带的可以把这个 不管国内工业 或者国防自主的能力给提升 特别提到就是你刚刚讲的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 草案的第一条 为因应敌情威胁及迫切之国防需要 采国造自治方式为主 快速策获各式精准飞弹 海军高效能舰艇及海巡舰艇 加装战时武器系统 你这里面特别提到 这个国造自治方式为主 我刚刚也讲了这个 我们的国防产业发展条例是国造嘛 对不对 是 那你这个采国造自治方式为主 这个为主是指 有没有一个大约的比例 就针对主要的 全数都是在国内制造 但是它的所有的东西 里面我们有绝大部分的选项 是以国内自治 那就像今天早上有讲到 像车子底盘啊 或是大货车的车头 这种我们国内做不出来的 这种才是有向国内代理商去订购 好所以就是全部 这个特别一算 全部都要由国产 国内来做 对不对 对就算要透过要采购的话 也是透过国内 对对 好 请问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议算 2400亿嘛 是 几年可以完成 5年 制造完成 5年 5年把它做完 5年制造完成 5年可以达到我们的 所设定出来的目标 5年哈 是 这个 按照你的那个报告里面啊 案情 啊 你的草案灾药报告里面 特别提到 极西在短时间内建构相对性之武器装备 也就是要去跟 中国大陆 做相对性之武器装备 大幅提升国军整体战力 极西在对最短时间 短时间内 所以你刚刚讲的5年 你认为可以达成 5年可以达成 而且我刚刚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啊 就所谓短时间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基本量能有的 它的技术以及它的数量 是有具备的 如果在逐年逐年啊 就可以达到目标 那我们要尽快 所以这样在5年以内达到我们所设定出来的目标 部长 再加上原有 我要谈的是说 因为你这个特别预算 特别预算是要极 极 还特别预算 结果你是5年 这第一个 能不能达成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为了在极西在短时间内 那买是最快的 对不对 买是绝对是最快的嘛 当然你会说 人家要不要买 要不要卖 买是不是最快 买是最快没有错 但是不是那么顺利的 我跟委员报告 按照一条文件 我知道 这5年还不见得买得到 是 那我们真的有这个 你认为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把它制造 我觉得有这个能力 因为是有根底在那边的嘛 你的第四条 累积了这个采购项目 也就是国内要制造的 这个有8项 有8项这个 要自己制造 有没有已经在做了 有 我们已经有经验 好拿几个 有 你们有5个就持续预算的 编列的 已经在做了 国内已经在做了 拿几点 你讲一遍 暗制反舰飞弹系统 野战防空系统 陆基防空系统 还有万舰飞弹系统 雄身飞弹系统 海军高效能舰艇 这些都是正在做的 已经做 有成品的 好 所以你是到底是 因为国防产业 这个条例 已经有了这个法律 也编了预算 所以预算不足 所以要特别条例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搞懂 是 我们的年度预算不足 所以我们才在编 特别预算 追加预算更快 所以到底要选择 我不反对 国防当然是最重要 就原住民族而言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荷兰 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在 跟统治者在奋斗了 我不反对 这个国防予算 但是怎么样是最快 追加预算比这个快 比这个特别条 还用一个法律 既然这个八项都在做 对 只是进费不够 难道你是为了这个 得彩限制性招标 什么什么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们在 时间的关系 报员我简单讲一下 钱用在刀口上 怎么用 它最有效益 这笔钱边特别预赚 还有一个宣示的效果 就针对这样的敌情 我们要宣示 我们要捍卫国家的决心 追加预算也是更快的宣示 这个要跟委员做一个 特别的说明 追加预算要更快的宣示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咨询 好 谢谢赵伟 我可不可以请一下 邱部长 那同时请政治作战局的简中将 资规师的白杰龙师长 还有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张忠诚先生 好 请就职员咨询 柳委员咨询 我想部长担任这个部长的工作以来 这一阵子呢 其实显现得出国人对你的尊重 我觉得军人武德的发挥 可以从部长的身上看得到 也希望你未来可以统领我们的三军 尤其是中高阶的将领 更能够让我们全台湾的人 感到说我们有国军的战力 真的是非常的强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 要请教一下部长 有关于最近这几天 这个共机平平这个老台的部分 那我发现国内外呢 对这样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先跟部长报告一下 大概您也看到了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在五日的时候称到说 中国派军机呢 是要对付三部五十出现的西方舰队 我想它大概是指南海 或者是台湾海峡 然后台湾太小了 不需要劳师动众 看起来它的意思是说 中国不是针对台湾 这个 但是呢同时呢 在十月三号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还有他的不管是Price 或者是Saki 他们都特别提到说 其实呢 中共这个一直增加的这些 这个压力呢 对于台湾来讲呢 它其实是在错估形势风险 破坏区域和平 我把它的原文都 PO出来给部长来看待 那事实上 从这个我们自己国内的 这个最大在野党的 这个前党主席所讲的话 还有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的话 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判断呢 我不晓得部长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是中共的统战呢 还是新战的喊话呢 还是我们在认知作战 要特别呢 要让我们自己台湾的人呢 丧失掉这种 有敌情的威胁的时候呢 这样子一个对敌啊 这要提高警觉的这个戒心 我跟委员报告 任何一样事情 人家看法怎么样 我们不予智慧 但我们心中有个定见 就永远就记得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国军自己来建立 来强化 所以至于国外怎么讲 或对岸怎么讲 或者有一些 不同 我们这个 不管是 政治这个 这个这个背景 不同的 他们做任何表达 因为说因为台湾是个民主的地方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言论 我们都予以尊重 但我不会因此 重摇了我们的这种信念 是您讲得非常的好 对我们就讲了 我们就很坚定嘛 是 战备整是我们国军的本物嘛 我了解 但是我要提醒的部分 就是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这是民主的天空 然后我们都是用民主的方式 来对待每个人的言论自由 但是如果他有很大的发言权 然后对于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或者统战上面 有任何跟我们自己在 处理敌情威胁上面 有不同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应该找机会来澄清 我不是说马上要澄清 这个制造我们自己社会 或者内部的动乱 也不是好事 我是提醒一下部长 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蔡总统他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不求军事对抗 但是受到威胁的时候 一定是全力捍卫 这是我们的决心 我想这非常的重要 不管在战略战术上 我们都要有所准备 而且我们碰到压迫 是不可能屈服的 国际有支持的时候 也不会冒进 我想这样的态度 要非常的坚决 也很重要 所以提供给部长参考 另外就有关于今天的 有关于特别条例的部分 特别条例要通过 我想站在我们党的立场上 当然是非常的支持 可是也有几点 我们要衔接国防产业发展条例 过去几年通过的部分 也相当多委员来担心 国防产业发展条例 当然目前我们特别条例要通过的时候 大概有60%的预算 会放在中科院里面 但是中科院有那个能力 可以把2400亿全部的预算 全部吃下来 还是他必须要跟台湾 获得认证的军工产业 或者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商人 能够互相来结合 但是要结合的时候 第一个要依法 按照我们现在国防产业发展条例来看 我们列管的军品清单里面 其实能够符合到 我们的特别预算里面 尤其您特别提到的 好多都是属于飞弹的系统 的部分 其实好像在技术层次上 还差一大截 那技术层次差一大截 我们不是管商人 而是管我们自己军队 或者是国防部要用的时候 在未来的五年内 要能够米足米平 不是买米平 这方面的技术的话 部长 您怎么样用你的这个 国防部长的指导的方针 来告诉中科院 或是告诉这个下面的直规师 怎么样配合办理 我跟委员报告 我本身典议兼任国家中科院的一个董事长 当然 我对他们本身的工作的一个状况 我全程要掌握 而且我们现在对这几个案子 我们有一个专案的编组 每个案都每个案子 专案编组 这个编组除了对于这个监察 对于法制 法规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管制 还有进度 这个对于我们完全要纳入的 我想说中科院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尤其是在光电飞弹方面 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回 给他支援 给他支持 然后我对他们也来有信心的 可以来达成 但是我跟部长还有董事长报告一下 在我们国防产业的清单里面 包括这个已经可以 这个清单索引的部分 有作战物资 武器弹药 还有这个关键跟模组这个部分 不管是全系统或是次要系统 这个属于技术层面上面的整合 绝对不是白纸黑字的公文 就可以处理过来的 那我想知道很多事情 也不是说只有在那个研究室里面 就可以做出来 未来要变成大量生产的时候 他一定要经过很大的压力测试 才有可能做到 那这方面可能要请部长 或者是董事长 要担待比较多的任务 否则2400亿也是名指名高 我们把2400亿交到国防部手中的时候 当然希望看到 他未来是可以制造或是生产 或者是采购到 有利于我们对抗 这个境外威胁上面的相关的武器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防御系统 好吗 是 好 谢谢部长 部长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请高宏安委员咨询 好谢谢主席 有请邱部长 请邱部长 我想之前其实有很多的美国军事一些相关的智库研究都认为说五到十年的时间台湾可能就要真正面临到中共武力犯台的情况 那今天也听到您稍早的一个发言有讲到是说其实2025年中共会具有全面犯台的能力 所以我想在国家安全的态势上是相当的严峻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共军机近几年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清老台湾的空域的状况是越来越夸张 那我觉得说其实国军弟兄是相当的辛苦这里我想要给您看的这个资料当然您也非常清楚台湾的国防预算目前占GDP是没有超过3%但是如果你拿以色列来讲的话军费长年的这个费用其实他就超过GDP的5%但是台湾我们承受的威胁其实不超过不亚于这个以色列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进行军备竞赛在台湾来讲是不是一个正确路线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省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说我们特别预算经费编列的规模是到2000多亿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其实它变成常态信用特别预算来规避举债上限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政府的预算的原貌其实是有一点能会让大家混淆我们负债的程度 所以我想这一个我们讲说这一次采购的装备内容功能和用途其实是非常需要大家好好来讨论的 那我首先想先请教一下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条例的第四条 第四条里面有提到说本条例所进行的采购项目如下有1到8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说这1到8的这些武器设备它的急需性还有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想这个部分你在这里面就算是条轮的说明你后面也并没有写到 为什么今天是这8项的这个设备是我们要急于用特别条例特别预算来进行相关的采购 那我想这个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不泄露国防机密的情况之下 可以进一步来说明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8项会被列在这个预算里面 所以我跟委员做简单两点报告 第一个就我们没有要做一个军备竞赛 我们也没这个条件也没这个必要 而且把他的墙我们的弱要把增到跟他一样强是办不到的 所以我没有做军备竞赛 第二个我们也要刻意规避 因为刚刚讲说特别预算把这个有些是持续的还移到出来 是不是为了要规避的时候完全没有 特别预算他其实有某种程度上大家会觉得是说你好像跳过了这个举栽上 因为他不是长年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刚刚提的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好好来讨论的 了解 所以我刚刚问的主要的问题是在第四条的这个项目的部分 是是但我还是要跟委员报告 就算列到这个特别预算 到处这个审查还是要经过大院的 当然当然 我们刚刚只是讲说特别预算这件事情 加了特别两个字 其实他跟长年的预算还是分开 不过没关系我们不用斟酌在那个地方 我想问的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第四条的这八项 就是他到底是用在什么样你们想象的一个战略场景上面 他这个武器是非常的必须而且急迫 我想问的是这个部分 上午我们有谈到一下为什么叫海空战力 就我们在这个自海自空方面会用到 为什么在自海自空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他船舰在海上运行的时候 他的战力是比较不太容易发挥的 不像等到他这个部队已经集结了 这战力就发挥了 海上他零零落落的 他虽然有空中的掩护 但毕竟是个片面的 所以我们把这重点放在这个自空自海方面 是那我想再进一步请教 因为我觉得可能刚刚问题没有很明确是说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在这个反舰飞弹系统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比如说这个反舰飞弹 他对于这个我们讲说敌军的两栖船团 他的一个效用又怎么样 那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敌军的这个两栖船团上来说的话 他未来在运能量的成长 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估计 所以这样子才能够告诉我们说 这个特别预算它是非常及时 而且急迫的 有这样的需求 这个绝对会跟委员做报告 但有关于有些租源性能方面 这事实的就是军事方面的 我们不宜公开 这个是不是有考虑说在就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能够让委员更清楚知道 我们不要去泄露机密的方式 这个一方面有机密的预算我们会做报告 再一方面如果委员个人有需要 我可以派专人 针对您要指责这个问题 我们会专程处给您做个 了解因为我想今天看到这条例的第四条 其实我觉得他写的是比较相对吵 但我理解可能是有一些相关的 比较没有办法透露的一些需求 我希望的状况是像这样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看漫画 实战场景其实它会有包含说 我们今天可能反舰的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相关的这些反舰的一些系统 它是不是飞弹系统它怎么样去运用 其实这样子才能够去呈现出 我们在特别预算上 编了这么多钱 它的一个急迫性跟需求性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当然是在于说呢 整体防卫的构想 我发现说其实在我们去年所看到 2020年8月送到立法院的国防预算书 当时的防卫作战构想 是战力防护滨海决胜跟贪案殲敌 但是现在隔了一年而已哦 今年送来的变成联合制海跟联合国土防卫 想请教一下 这个部分的一个改变 是您觉得是说 跟这一次的特别预算 它是不是在这个战略上面 也有一些相对应的配合 我跟委员报 台湾防卫作战 大概这一个构想 这种范畴 它不会溢出去的 只有一个表达一个程度 前面还讲 滨海决胜 滨海决胜 冨海就决定了 但是事实上 我们要占到最后一兵一组 绝对不只在滨海 就告一个段落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联合国土防卫 这种表达 但是并没有溢出 同防卫作战 打到某个地步 特别强化 其他我们就不顾 这就可以展现出我们全程的 事实上以往的 作案构想也是如此 这浅词用语的表达 所以一年过了 就是把它这个值把它改的 更适合现在目前的这个战略吗 其实部长这一年多才改 以前早期就一直这样延伸过来的 因为这是去年送来的这个文案 里面像写的 不过没关系 这个是整体防卫构想上 我只是想请教一下 因为你们送来的文件 我们也要看过 那看过发现 跟去年的这个基本核心战略上 有所不同的时候 当然必须要特别理解一下 那不好意思 部长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事后我们在办公室 再做一个追踪 因为我想可能在这边 您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有这些所谓的一些 相关的机密的问题 不方便提供的话 可能在审查预算之前 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这相关的资料 是 我也有任何的需要的话 跟我们国内处讲 我们会派人跟委员做说 谢谢部长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陈娇华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请邱部长 请邱部长 葱委员好 部长好 我想从早上到现在 我们知道就是整个这个特别预算 特别条例的这个审查 主要是因为共军近日频频扰台 那频率数量都显著的提高 那单日更高达56架次 对台湾的威胁是升高的 那本习澳特别强调 时代力量支持政府 持续提升国防战力 透过武器及各军事设备的采购优化 落实我国的国防防卫能力 因应日益升高的外部威胁 有必要这样子来进行 那这一次的特别条例呢 我们注意到有几个特点 刚刚这个高委员特别也说了 就是针对第五条 名列就是计划采购所列之项目之获得 产制维修工程及训练 得采限制性的招标 那就是不受采购法 19条及第22条第一项的限制 那重点来了 要请教部长 那不受政府采购法的限制 是否代表未来透过这个特别条例 来进行采购的项目 都可采限制性招标呢 就针对这几个项目 而且这个可以信任性招标 因为中科院我们认定它有这个能力 可是它再往下去做一个其他的延伸的话 部长说只有中科院这边是不是 针对法人都为中科院嘛 所以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人嘛 行政法人 所以我们找他 所以有局限性是不是 对我们就局限给这个中科院 好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除了现在我们提出来的 这个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政府 采购法限制的法规 只有产业创新条例 还有国防产业发展条例 那这个部分现在增加了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条例 那我要请教部长 显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特别条例 它的目的跟之前的这个限制性的这个招标的部分 是有点立法意志不同 那部长认为就是 这促进国防自主这几个 就足以就是采用限制性招标吗 那本席是担心 本席是担心 就是说我们现在 如果说都用限制性招标 那早上也听到这里 部长也提到就是要有这个 基敏性重要性才采采限制性招标 但是这个监督的机制不知道部长 我们现在如果这2400亿都在限制性招标为主 是否这个监督机制会不足 那请问要如何来监督呢 监督机制我们一直在强化 以往有我们如果说发觉前案会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会针对这个监督机制再做个补强 就说不管是法制人员主计人员 那监督机制是不是可以给本席一个比较完整的书面报告 好 这我们可以提供的事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目前在所列出 这个八项的这个限制性招标 那其中呢 其实有五项 五项之前都是一直采用公务预算 并不是限制性招标 那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 其实也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全部采用限制性招标 那监督机制有疏漏有漏洞 其实对国防部的这个 未来如果被发现 就是说这个 这个对形象或者是对国家整体 就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本席还是要提醒部长 就是说希望不要把公务预算 拿来做特别预算的编列 那这个部分因为也是会扩张国家财政支出 所以预算的弹性调整机制作用手段 也是希望部长能够在审慎去评估在八项里面 如果说之前其实有五项都已经是公务预算来做编列的 那是不是要考量这八项 是不是都全部需要来做限制性的招标呢 部长回答一下 报告我请我们站规司司长跟您做更清楚 好吗 好谢谢 我问我们那个限制性招标指的是把它限制性都为给中科院去做 因为只有中科院拥有这样子的产能和成熟的技术 所以我们在第五条的规范的对象是把这两千四百亿的伪制单位指定为中科院 这边跟委员做个详细来说明 好那也希望国防部部长这边能够提供评估报告 公国会审议也给本席 好我了解是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叶玉兰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要请邱部长以及海巡署的许副署长 好请两位就备巡台 各位委员好 副署长好 副署长好 我们草案所列的这个暗制反舰飞弹系统等八项装备 在想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战备的急需 比如说其中有一项海巡舰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 这个议题其实我以前问过这个李主委 也问在上星期也问过这个邱部长 那我一再都是强调这个我们平时海巡其实就是一个执法人员 不是武装的战斗部队 那光是之前搭载这个震海火箭弹就引起不少质疑 上周我在请教这个部长的时候 部长就跟我说这个海巡舰艇并没有要搭载水雷的 那原来不是要放水雷 那现在国防部要推这个采购 是要让这个海巡舰平时就装载更多的战时武器系统 是不是代表台海的紧张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跟委员报它原本海巡舰舰舰 如果一旦作战的话 它的法规是纳到我们作战系列的 作战系列来了以后 它就要有军事作战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平常要有这种做法 就是说把这个系统要放它那个船舰上 然后每一年可以用汉光的时候 可以纳入一个测考 这也就为了未来作战是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们不要纳进去 对这样是有备无患 不过因为现在这些海巡的舰艇 还是在做执法使用的 那就要请教这个这个副署长 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不会就是造成我们海巡弟兄 在执法的时候在执勤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威胁 跟委员报告 这些武器系统的加装是 是要到应急作战阶段的时候才会装 平常在执法的阶段这些系统是没有在船上的 不会在没有搭在 飞弹那个管线是装的那飞弹没有装 飞弹没有装 那个各位委员补充说明一下 我是海军参谋长 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像指管通信系统那些是先装上去 但是飞弹飞弹是暂时的时候才会吊装到海巡的舰艇上面 暂时才会是 暂时所以不会影响海巡平常的执法 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东沙当时撤军 然后改由我们这个海巡去驻守 其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和平的 我不希望是走回头路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刚刚很多委员都提到了 我们现在国防部这个案子是用特别条例实施的期间 来做这个特别预算 这其实是缺乏一个外部的监督机制 我们看到其实从外交部最近出包的这个国庆影片的这个案子来看 都是依照采购法里面限制性招标或最有力标完成验收 所以礼拜一我在这个执询工程会的吴主委的时候 以及今天上午执询这个省记长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的提到说现在机关了 行政机关普遍存在一个滥用限制性招标的情形 海空战力的提升计划这么大的案子 特别条例也有特别的规定 所以如果万一我们整个环节之中的内控 要是有出了问题的话 其实对国防都是整体的国防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国防部是不是应该对于日后的这个采购的执行进度 全案总结报告也应该要交给我们国会来作为监督呢 跟委员办法没有问题 而且不光是等到全案 事实上以后每一年都有向立法院做报告 非常好 另外为了避免刚才像委员提到的 现在变成好像失控了 所以我们的第八条为什么有这一条 代表想说一样要接受省监单位的一个监督 所以代表想说我们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检验 不会把它给固域好像混在里面做蒙混 不会有这种动作 是 那我们依照这个海空战力提升采购的各个项目 我们必须要符合预算法第83条第一款所称的 国防紧急设施或战争才可以以特别预算方式来编列 部长您刚刚才提到 其实是为了要武器装备的筹获才会编列预算 但这个跟预算法规定的特别预算的要件 其实并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采购的 这个草案所指的采购项目 现在欠缺相关的说明 还看不出投资这些装备的紧急必要性 还是台海准备要作战 所以国防部不能够为编而编 违反这个预算法及采购纪律 当然我们看到这几天 这个供机扰台非常非常的 太超过了 其实本席也觉得 他们实在是有一点强凝弱重爆寡的这样 那我相信国人对于国防部要提升军备 绝对不会反对的 我们现在这个特别预算是五年是2400亿 来编列预算 特别预算 平均一年也不到500亿 我觉得预算如果就像我们刚刚很多委员都提到的 如果能够回归到正常的年度的预算编列 接受立法院常态的审查 不要用这种特别预算的这个巧门来规避监督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道 那提供给部长参考 我们不会讲为编而编 而且刚才讲这个特别预算编列 是的的确切有着紧急的危机的事项 像这些这个敌期限 对我们这个以往是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个理由我们要编 另外想要编在年度预算里面 是可以 但是它这个时间就要拉很长 所以我们对当前这个状况 就没办法因应的 这点特别先跟委员做的说 是所以我们就是以特别预算来编列 但是刚刚部长有强调说 也会接受这个国会的监督就是了 一定一定会接受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好谢谢 接下来 洪梦凯洪梦凯洪梦凯委员不在 林俊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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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罗志正罗志正罗志正委员不在 杨琼英杨琼英杨琼英委员不在 蔡逸宇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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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委员不在 余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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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李贵敏李贵宇李贵宇李贵宇委员不在 陈明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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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何欣存何欣存何欣存委员不在 庄静城庄静城庄静城委员不在 张玉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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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废宏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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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邱显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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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你登记质询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寻查结束 本日会议由委员李贵敏于天余穹英臣明文吴炳锐 邱显志罗明才等提出书面执行 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请相关单位与书名于二周内答复 本日委员口头执询未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补充资料者 亦请相关单位与书名于二周内提供 现在开始审查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及修正动议